汉纳·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1961年,她以美国纽约克杂志特派记者的身份,旁听了艾希曼的审讯 在审判进行的一年中,她记录下了所有的细节,并先后在纽约克连载了五篇文章 1963年,她将文章集结,出版了这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二战期间,纳粹集团对犹太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民族大屠杀 战争结束后,许多重要的战犯在德国纽伦堡接受了审判 不过,这其中可不包括最新累累的运输总指挥艾希曼 他在战时负责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用火车运送到集中营,人称死刑执行者 而在战争结束后,艾希曼隐姓埋名,迅速逃往了阿根廷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战争结束十几年之后 到了1960年,他竟然被以色列的特工发现并逮捕 最终,1961年2月,他在耶路撒冷接受了审判 这场审判很快成为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事件 阿伦特认为,他必须亲身参与到这一次事件中 因为他作为一个德国犹太人,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阿伦特发现,曾经被人们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 实际上是一个中等身材,脑门半秃,近视眼,脖子干瘦的中年男人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普通人 但是艾希曼在法庭上却拒绝认罪 在艾希曼看来,纳粹德国的法律是以元首的命令为核心的 而按照元首的命令形式是每一个守法公民的基本义务 况且自己还是一个党位军军官 因此,正如他在法庭上一遍一遍重复的内容 自己只是在履行本分和承担责任 他不仅是在服从命令,甚至还是在遵守法律 在法庭的最后陈述时,艾希曼说道 自己并非仇恨犹太人,也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人类的谋杀犯 自己的罪过仅仅在于服从 而服从曾经是备受称颂的美德 因此,如果要说自己的行为是犯罪 那把自己变成罪犯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法律 这样的观点再延伸下去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就是,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小小的个人去承担那个时代和历史的责任 不能让个体去做替罪羊 因为他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和国家下 他只能遵守和执行当时的国家法 所以,按照元首的命令去实施国家计划,就是在执行法律 然而,阿伦特指出,在国家法律之外 每一个个体还会有良知和人性 也就是说,即使法律告诉你你可以杀人 但出于我们每个人的良知 你也应当知道自己不可以杀人 所以,阿伦特认为,爱希曼身上的恶,并非极端或离奇的恶 而是一种平庸无奇的恶 简而言之,就是平庸之恶 我们大家普遍认为,邪恶是极端的 一个人会做出邪恶的事,肯定是因为他缺乏道德感 比如,希特勒和纳粹军官就常常会被人们描绘成是恶魔的化身 说他们完全没有人性 但是作者阿伦特认为,一个人不是想要做一个极恶的人才会实施暴行的 恶行的发生,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来源于一个人的不思考 换句话说,这个人不是道德败坏或心理变态 他只是屈服于自己的惰性 放弃了独立思考,而选择了无条件的顺从 这样的人同样会做出极恶的事情 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的含义 这个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维度 去理解普通人的恶行是如何实施的 你不是意识到这些女人去死吗? 是的,但有新的领域 新的领域发生了整个时间 所以,老人们的领域 必须有空为新的 我不确定你明白 我们不能保持所有人 没有空 但我说,让我重复 阿伦特认为爱希曼的平庸之恶的根源 就在于她的不思考 在于她缺乏反思和判断的能力 她是麻木而庸俗的 除了极权政府灌输给她的意识形态之外 她根本就没有对事物进行独立思考 和评判的意识和能力 用大白话说 她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而已 阿伦特认为 平庸之恶的根源 在于社会的普遍道德原则崩溃之后 个体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 从而使得一个社会没有了明辨是非的标准 是否给人家优优独立 但他不可抗订的事情 因为他不可抗订的事情 但他不可抗订的事情 因为他比较高兴认为 时他不可抗订的事情 他不可抗订的事情 所以他不可抗订的事情 他不可抗订的事情 但是他不可抗订的事情 是否则他被人打破了 对对他认为 要是部罗论的 你的途争论 你选择必然而是否之以外 但是你根本不可抗议 你可抗认了 因此想要抵制这种恶 就要依靠个体在孤独中保持判断力 就像苏格拉底那样不断反省 进行自我批判和追问 这是一种自我和自己之间的无声对话 只有这样才能唤醒并坚守我们内心的良知 阿伦特在书中进一步指出 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整个过程当中 犹太人团体也积极参与 他们没有抗议没有拒绝 而是选择与纳粹当局进行合作 除此之外犹太人的道德和文化 也使得他们如同温顺的绵羊毫无反抗 他们非常顺从 积极地登记姓名 填写大量的表格 回答关于个人财产的问卷 然后到达集合的地点 有序地踏上列车 简而言之 犹太人不仅仅是受害者而已 他们本身也参与了自我毁灭的行动 从整体上来讲 犹太人的这种温顺的传统道德和文化 源于他们千百年来 居无定所的无根基状态 而从个体上来讲 犹太人所做的一系列配合纳粹政府的行为 也可以被归结为 阿伦特所说的 另一种形态的不思考 也就是受害者的不思考 对犹太人团体和元老们 在纳粹屠杀中的言行提出批评之后 阿伦特还把矛头指向了这场审判 他用一种纯粹的 几乎是冷酷的理性 来质疑法庭审判的公平性 这场由以色列主导的爱希曼审判中 犹太人既是指控者 又成了审判者 这种身份混乱 使得这场本应该更具意义的审判 变成了一场全体被害者的控诉大会 他指出 这场审判并不是一场单纯的个案审判 而是一场政治性的群众审判 审判的焦点 几乎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偏离 法庭本来应该审判的是爱希曼的个人行为 但最终的结果是 犹太人的悲剧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被审判的对象 不再是刽子手爱希曼 而是德国人 乃至整个人类中的反有主义和种族主义 爱希曼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 他被迫成为了一个形象和符号 他成为了所有罪孽和暴行的代言人 阿伦特的言论 在整个犹太人社会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也彻底激怒了 以色列这个新兴的犹太国家 阿伦特从此被打上了 自我憎恨的犹太人的标记 这个美国籍的犹太女人 成为了整个犹太世界的公敌 甚至有多年老友都和他绝交 但是对于自己不爱犹太人 甚至憎恨犹太人的指控 阿伦特并不在意 他的回应是 阿伦特提醒我们 必须拥有健康的灵魂 必须用理性指导心灵 必须让思考和行动建立联系 必须使得集体之中的个体 不是机器 而是独立的生命意义的主体 每个人都要学会思考 做正确的判断 行正当之事 只有这样 人类才可以真正 从过往的罪孽和灾难中 吸取教训 走上捍卫个人尊严的道路 那是独立的生命意义的主意义的主意义 是独立的败 是独立的 外阅读让读书变得更简单 锦灰试读 谢谢